自强产业道路环境清幽 每天清晨还有黄昏 都吸引了不少运动人口 不过在靠近七堵端的居民指出 这里的路浮小 汇车不容易非常危险 那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车辆出来的时候 这个路的浮面比较小 比较小所以有车子快的时候 就产生危险 汇车因为车辆都是从这边进去 从那边又来 又从这边三角地带 所以说这边汇车常有发生疏忽 所以说一来都要非常小心 到这边一定要慢 不然现在把路面透欢以后 我们开车的人就比较安全 有当时这车如果来 那个油脚非常危险 要什么高兵有当时把高兵倒下去 所以说这很多组合都在建议 所以说这次 我们就拜托张议员 给我们正出这个建议 这样给我们破这九个阁 市议员张肯辉邀请相关单位 道场会刊解决问题 确实是很多的休闲市民 到这边来踏青 我想因为用我年度的敬畏 尽快以年底之前 把这边路面的 把它水锅排水 水锅改善 然后加关它的路面 以维护我们当地市民 来这边休闲的安全 有关张议员建议的这个排水锅 大概我们 10座时程大概在9月到10月左右 那经费的部分就是由张议员的 那个年度建议经费来办理 水锅加盖是最简单的办法 市政府计划在9月底前 将175公尺长的水锅加盖 让路面变宽 也确保用路人心的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